還要來關心是新北市中和兩性男童NN染疫先亡 那麼連日來NN霸是積極聯繫相關單位 希望可以釐清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而其實最近在媒體曝光的所有錄音檔 也證實了新北的衛生單位在整起事件上 的確有很大問題 這也讓N霸動怒批評新北市府官僚殺人 為此新北市衛生局也發出聲明澄清 我有疑市長你不用出來說明嗎 你們獨步全國的SOP陳任秋局長你們不用說明嗎 這真的是官僚殺人 韓劍面對鏡頭說重話 怒批評新北市府官僚殺人 如今N霸苦追的真相不相關的 反倒是證據利利 因黨外泄事件鬧得沸沸揚揚 但讓他感到無力的還不只有這些 民主NN已經昏迷了 可是他知道NN狀況不好 發指半 可是他用很輕挑的語氣這樣子說 我覺得他很人心 坎坎兒媽緊急打電話求救過程 當時第一通電話是在傍晚六點 家屬請求救護車送醫 新北市消防局接獲報案後 陸續向護理師中和衛生所打電話 而媽第二通向119求救 NN狀況已經很差 但字字句句都聽得出來 消防員當時就像熱鍋上的螞蟻 只不過不管是雙核醫院 或是過了二十六分鐘 才接獲電話的新北市府衛生局 當下給的回應都讓他們不能接受 動情怒罵師父口號喊得漂亮 引以為豪的防疫派遣中心 根本只是空話 導致消防局不能在第一時間出車 及時搶救生命 依照當時的中央相關規範規定來執行 也在事情發生後 將相關的處置過程和時序送交中央 中央的公開答覆是 沒有延誤送醫 該給的資料就應該給 該檢討的地方就要檢討 不過現在橫向錄音風波 稍不停評評越點名的新北市府 該怎麼處理這次危機 各界放大檢視 記得綜合報導